看看新闻榜 来看一下 苏醒终于现身了 许久没有面对媒体的她 一身嘻哈风外加大墨镜 就这么冷不清地出现在了好友和姐的婚礼上 不过当日苏醒接受采访时 状态略显不自然 虽然她自称是一位姐一晚 为朋友庆生未能休息好 但作为被公司血藏 且闹解约风波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苏醒这明显是在紧张呢 这么多媒体我没想到的 我说实话这应该是我 真的 可能是半年大半年第一次 就是有媒体朋友 但今天是为了喝到我的婚礼 所以我还是希望把这种犯案 虽然只是为好友的婚礼而来 苏醒也极力地回避关于自己的事情 但仍旧逃脱不了媒体的步步进逼 你拍子的东西 说你在拍子的东西是MV呢还是电影部的 我工作的事情就 我们自己再做吧 就低调地进行的 苏醒口中提到的作品 的确就是她的新歌MV 不过苏醒所谓的低调 也许只是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同志媒体 因为在微博上她可没闲着 其实都有在微博的写 因为我其实把我的 如果我自己先拍东西 我自己的小团队 或者我的一些心情啊 记录啊 我都会在微博里自己写 事实上 苏醒与天余的解约风波并没有平息 这样公开的透露自己在筹备MV 显然是在公然挑战老东家 那解约的事儿 到底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 因为我实在不想拿这个再去 让人家觉得我可以再说 虽然苏醒单方面表示 铁了心专注于自己的作品 然而毕竟合约的事情没有解决 天余方面难道真会如此轻易地放过她吗 这是她的个人行为 然后我们公司的立场其实很简单 像是我们在声明中已经有 就是有已经说到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她是个人行为的话 可能接下来可能相应走的是一些法律流程 是这样的 后来苏醒天余的纠纷 并不会因为苏醒的令品蹊径而有所缓解 相反也许正因为她如今出新歌的决定与行为 有可能引发更大的战意 7月再线北京采访报道